长辈们跟着老师的指示做运动 抬手脚踢全都难不倒老人家 中间还会穿插互动口令 训练手脑协调 一堂课50分钟 可以让长辈们围出汗 活络全身筋骨 我们会分成下半身跟上半身 然后去做强化 下半身的话主要是让他们的大腿 屁股有力 走路更稳 蹲站都没有问题 上半身就是强化他们肌肉 让他们拿取东西提东西 都很方便 当然不是每位老人家都卡骨软Q 一旁还有副健师 专门针对肌力不足的长辈 加强训练 专业器材可以同时锻炼上下肢 许多人练了之后有进步 就能回归体势能班上课 我来运动还有活力秀 然后课程每天都有巧手艺 体能量血压 这个是很基本的 所以来到这里认识很多的年长者 利用动作控制的训练上来讲 可以促进它的一个激励 激励的掌控力 然后再说它在行走上面的话 也会比较不容易产生一些像颠簸 或者说反应迟钝的情形 为了落实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理念 台北市立官都医院 特别结合理办公室 官都国中等资源 成立全国第一家以医院专业医疗资源为后盾的热灵学习中心 全方位照顾长者健康 不只在国内获奖无数 更是国际相关机构指定参访的重要据点 其实在国内很多官网站都有在成立 但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已经持续17年 而且它跟社区的医院资源 里长以及各个自中团体 还有甚至于商店都有很密切的结合 目标上都很一致 都希望长辈可以走出来 不管是认知的训练 脑力的训练 体力的训练 就希望他们可以走进社区 与大家一起共同生活 营造一个社区新的氛围 适逢官渡关怀站成立17周年庆 包括5月份寿星 是今年参与不间断的长辈 纷纷上台接受表扬 也为即将到来的母亲节献上祝福 希望大家都能在地安养 在地老化 越活越健康 记者刘祥婷台北采访到